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看场景让人滋滋称奇 目前的战况是西米嫂一腿为劲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8月14号 西米华的儿子周伯侯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全家为自己庆祝生日的派对现场照 爷爷 爸爸 继母 姑姑 两个妹妹一家七口换聚一堂为周伯侯庆生 照片当中的西米华脖子上带着一个大大的蝴蝶结抱着小女儿周善童 看来啊 她非常的宠爱这个和自己同一天出生的小女儿 被爸爸抱在西位的周善童显得很受宠 作为哥哥的周伯侯还特意弯下腰 让妹妹能够搂住自己的脖子 深受爸爸和哥哥宠爱的周善童表现何时骄傲 而西米嫂双手比着大拇指对着镜头参了笑 看上去心情非常的好 在周伯侯吹眉蜡烛之后呢 西米嫂一脸幸福的鼓掌庆祝 有一丝的是 桌上放着两个蛋糕 煮蛋糕 续键盘造型 周伯侯从事的工作 续计算机相关的内容 这也算是投其所好了 作为爸爸的西米华和儿子勾肩搭配 欢欣鼓舞 西米嫂开心的鼓掌 大家都是开心的笑着 气氛相当的热烈 这场双日会的祝庆节目呢 是变装秀 周伯侯拉着爷爷和自己戴着五颜六色的假发一起搞怪 在几张大合照当中 西米嫂都是站在了周伯侯身边 一脸幸福感动的样子 两个人关心看上去格外的好 其实周伯侯并非是西米嫂的亲生儿子 周伯侯为西米华的前妻杨素梅所生 不过生下儿子没多久 两个人就是以性格不合为友离婚了 可以说 周伯侯是西米嫂看着长大的 从小就是深受她的照顾 周伯侯对自己的两个妹妹也是非常疼爱 西米嫂的大女儿周子彤 超年在国外读书 放假回家的时候 周伯侯都会去到机场接他 周伯侯和西米嫂的关系非常的厚 在陈惠玲和刘碧莉的正攻与小三的争端当中 他更是直接站出来支持自己的正牌继母 在周周华和陈惠玲离婚之后 还帮助过爸爸追回继母 早前 有消息传出 周周华为了追回陈惠玲 花三亿分手费前走小三 将他安置闹了伦敦 自己回归家庭 周周华和陈惠玲重新在一起之后 两个人更是在各种区域的纪念的日子 大笑恩爱 献上旁人 不过消停了每一段时间 在七月份 又是有媒体曝光了 周周华和刘碧莉在泰国海滩约会 两个人看起来相当甜蜜 在这段好门会议当中的苦和乐 只有西米嫂 陈惠玲自己一个人清楚吧 传闻 周周华是以网络赌博起家的 07年成立了太阳集团 11年和12年 先后是任两家集团主席 此后更是涉足了旅游 零售 餐饮等多个领域 周周华更是热衷公益活动 经常的亲自带领员工 参加不同的公益活动 为社会公益做贡献 另外一方面 他积极配合澳门政府的措施 终于在2013年7月 由他带领的太阳集团成为全阁首个 获得了SGS国际服务认证的娱乐博彩机构 可见其管理手段和情是一般厉害 西米华的第一任妻子叫做杨素梅 网纯 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女强人 在深圳市某控股公司的执行董事 两个人结婚的时间非常早 而且都是很低调 过去的信息不如现在发达 所以很多人都是误以为 西米嫂就是西米华的原配 其实不是 他与第一任妻子婚内 育有一子周博豪 离婚之后 儿子由前妻抚养 前妻去世之后 便是由演艺抚养长大 西米华与前妻离婚一年之后 结识了第二任妻子 西米华 陈慧玲 相传 陈慧玲是澳门前特首 和后华的表妹 这个不知道真假 但是较为可行的说法是 陈慧玲是一名保险推销员 因为推销保险 而与西米华相识 相职相爱的 这期间 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 之后才与2002年注册结婚 2015年1月 媒体就是爆出了 混血名模刘碧利 化身人又沙发 密会了娱乐大佬西米华 照片上显一件 两个人是在赌场的 这种公开场合 西米华直接不避讳地 坐在刘碧利身上 刘碧利的衣着 比较大胆暴露 一个专心做钱的牌 一个满脸笑意 两个人都是有点 照过天下的意思 刘碧利与西米华的 亲密照曝光之后 憋了许久的秘密 终于可以一土为快了 于是在社交平台上发成文 承认了和西米华 正在发展当中 且暗示不知道对方已婚 之后还陪同西米华 出差纽约 不理会任何的舆论 这还了得 小三都是这么名无张担了 正是也不能被动挨打呀 于是 陈慧玲开始反击 先是在网上 率出了全家幻聚的合影照 既宣示了主权 又稳固了舆论 后又在周的母亲的 丧礼上彰显地位 陈慧玲不识 与儿女儿育 亲密无间 而周卓和为老婆争散 这怎么看都是一幅全家 其乐融融的画面 后来又出现了 陈慧玲 以女儿的名义发文 女儿给父亲小三的一封信 DIS留闭里 并且愤怒地 喊其贱人 还表示 恕不要脸 必死无疑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不难看到 正是和其气愤 伤心痛心 至此 妻妾的斗争 尽如倒白之化 自古 一切正宠手段的最后 也是终极大招 就是怀孕生子了 想不到的是 2014年末 正是和孝三同时怀孕 于是西米华 经常地奔波于两处 同时照顾着正是和孝三 但是据闻 西米华本人 较注重家庭 公开场合 都会体贴地 给足正是面子 私下里呢 以物质更多的补产流鼻力 即使是怀孕期 正是和孝三 也是忙得很 一个基于融入西米华的交际圈 一个是高调陪同先生 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两个人都是在 以各自的方式 向周围的人 传递怀孕的消息 不得不说 正是怀孕之后 西米华确实是 颇多照顾 一家老小 还远赴泰国 共度圣诞节 2014年初 还与先生一起参加了 堵城风云的首映礼 当时外界都以为 正是击退了小三 先生回归家庭 大家倍感大快人心的时候 反准来了 媒体爆出 西米华在与正式 去泰国度假之后呢 又和刘碧莉 一起去曼谷 过情人节 真是大邪的一个福气 正式三不五时的 在网上摄欲照 睡全家福 显示幸福 小三就是紧随其后的 打死抨击 讽刺正式 要穿叉叉的衣服 还随附了一张 与西米华爱屋的照片 真真是地表最强 打不死的小强啊 也不怕给人家正式气 好歹 人正怀着运呢 好戏没完 刘碧莉 抢先于五月二十后 在伦敦产下一女 休养不到一天 就马上将网上 狂帅副词 女可爱的照片 且因缠女的时间 巧妙 写音我爱你 暗示对西米华的爱意 这样的隔空挑衅 正式传惠林 也是让正式气氛难当 反而选择在五月三十后 破腹传传下一女 这日呢 正式西米华的生日 这初怀孕传女 两个人都是起骨相当 怀孕和传女的时间 仿佛都是安排好了一样 互相较着劲儿 一部证据大片里 总是少不了一些配角的配衬 有一便有二 有二便有三 如西米华这般 对美女的毫无抵抗力 她又是能如何守得住刘碧莉呢 换句话说 刘碧莉斗败了正式 即使尚未成功 又如何防腕 隐隐厌厌 又如何降低自己 被KO下去的风险呢 毕竟 西先生的魅力巨大 而你双拳 难敌四手 难啊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